My God OK 关于无疑合作 刚才提到的那个立场是 我在这个会议的时候 已经很清楚表明 首先 这个回教党 是没有加入 也不能加入活证 这是第一点 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 因为他们也没有这个意愿 要成为活证的一份事 所以我们的立场是 现在只是 它目前为止是三个政党 就是当时组织联盟的政党 那么第二点 今天呢 武统跟这一个伊斯兰党合作 OK 是极限于在武统做一个政党 跟伊斯兰党双方合作 它不应该是呢 代表着国政 跟他们有正式的这个集围 意思就是说 今天你任何的这个成员党 所要做的 你必须在整个宪法的框架里头 你要谈任何呢 这一些议题的话 它是必须在这个国政的认知和 这个宪法精神底下 任何不违反这两个原则的 他们就能够进行 所以我想每一个成员党都有他们的空间 可以跟任何一个政党配合 但是它不属于整体国政的力量 最重要的回到这一个国政的核心价值 首先你必须推行中庸 就是符合宪法 更重要的就是相互尊重的这个原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过去的也看到说 行动党跟他们合作 他们有签署这个所谓的协议啊等等啊 甚至呢 左拥拥抱啊 或者是互相拥抱啊 对我们来说 马华的立场 在355的时候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说 跟任何的政党 在野党 包括是这个伊斯兰党 假如有任何关系到人民的一级 那么我们认为 在普世价值的这一个情况底下 大家能够一起来推崇 那我想我们没有问题 我指一个例子 最近谈到这个全民费死的问题 反对费死的运动 那么当我们提出来 我们是反对这个费死 而伊斯兰党过后 他们的立场也说 他们反对这个费死 明明知道我们有83%的人 各族的人民都不赞成 怎样的话 假如他要支持我们这个运动 或者是他认为 他认同我们这个做法 为什麽不能呢 但是这个是在人民的议题方面 这个没有损金 也是依照着我们现在宪法这个框架底下 大家所容许的这个空间 所以我要讲得很清楚 不要被人家扭曲 以为说我们是在给一个 我讲得很清楚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前科 跟这个回教党之间 有任何的这一个正式的结盟合作 更没有签署任何的海事三文 或者任何的企业 所以我想我们的立场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坚持的这个宪法精神 宪法精神 我们也不会妥协 所以我也在会议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所以可以再稍微讲 就是刚刚在这个国阵上 对今天的这个会议结果 是这样联盟一直到这个国阵 他的一个精神就是 虽然你是一个人 或者是比如说 今天代表都是很平均的 但是他不能够任何一个党 即使无头 单方面要做一个决定 他是不能的 他必须要遵照 我们所有的这一个成员党的意愿 那同样的这个道理 今天当我们要提出这一个看法 我今天有机会正式提成 把这一个到底为什么 前因后果 按由 为什么会推出 继承的感受 大家看到所谓的权力倾斜 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 在代表单位听到的东西 为什么最会促成这个方式 我们提出的方案是什么 这些刚才我都很清楚的提出来 最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并不是说 我们要去支持今天的政府 大家还是在反对党立场 或者反对党的这个阵营里头 大家都有合作的空间 是不要正式来绑着在一起 或者是我们可以有 站在反对党立场的合作 这些我都很清楚的呈现 当然我说 这是我们马华丹方面提出来 那么一般上在国阵的 几十年的应作 他必须是得到有党的认同 然后才能够打成型 所以今天他就没有这个谁 得不到的这个 所有的政党认同 也只有刚才国政代主席说的 这是马华提出来 当然马华就是要主张这个 其他两个成员党 他们就不同的看 那么这样的情况底下 刚才就针对整个 我们的这一个议案 做过前面的这个解释 到底呢 听了马华 听了这个国大党 他们的意见之后 是应该怎么样的为整个未来 新的合作也好 从严有的这个模式的合作也好 他应该要有一些呢 听取这些成年党 那么这两个成党曾经说的 这是意见 看法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整个 重塑整个国家的精神 当时联盟的这一种 放党精神的初衷 我觉得这一些呢 就是刚才他们同意 所以我要去研究出来 但是最后的集体成果是什么 那可能还要花一些时间 看他们所谓的建议是什么 那对我来说 我今天完成了就是党员的委托 代表来通过的 我必须带来国阵最高领事 我们也有机会 不像之前有一些领袖 自称为国阵领袖的时候 马华没有机会提 至少我今天是正式的管道提出来 这个今天我们做到了 那但是呢 我也必须把这一个 今天的讨论结果 更详尽的告诉我的这一个中委 在中委会的时候呢 从那边在17号呢 我们再做一个深度的探讨 基本上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事件 那会不会说就是 如果在国阵接下来的东西 就是这个结果 就结果不让马华满意的话 那马华是不是还会再讨论 这个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要先跟这个 我们的中委会讨论 对这个最新的这个局势 因为我们一开始 我们都还没有尝试 你怎么知道它是怎么样 所以今天终于出来 有人连说 你提成的机会了没有 但是今天至少也停了 代主席说 我们花很长的时间 提成了我们这个报告 告诉他我们的立场 他们说他们也很清楚 我们讲述那种 到底应该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至少他尊重我们 曾经代表大会讨论的东西 带来这里的 那我还是跟大家说 国阵的硬作 就好像过去 你都一个部长的话 一个政党 一个部长的话 不会因为这一个人 他声音小 所以呢 他做什么都被否决 他必须寻求故事 要做一样东西 他必须谈到不够 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所以我们在想呢 作为反对党 今天大家都可以配合 在这一个反对党的 政务底下呢 我们可以继续的 这个监督和制衡政府 这个工作 我们不能够停下来 所以我们还是照样做 好 谢谢 现在他正在在谈着 我们要看他的这个 TOR 他这个范畴是什么 刚才主要的提示 因为马华推出了 这个通过了这一家 他整完整的 他要去看 再加上今天他听到了 整个 他要检视整个预案的那种精神 从背后带出的随时 同时也要呢 进一步去看呢 这一些要去解决 或者听了这些声音 或者这一些呢 过去的那种 各成员党面对的 这个怎么说 困境 那么你必须要有一个方案 怎么去做 这方面他研制过早 因为他们正在 才要启动 所以今天 基本上他们有谈到 他也是 沿着我们的这个 提案 那么根据 我们提案里面的内容 进而呢 成立这个委员会呢 去全面去探讨 对我来说 我还是要带回去 中委会 继续的谈论 没有 因为你们 国庆成员党 只剩下三个政党 一个委员会的 一定是三把 不是 那个委员会的人是 刚才他已经说了 他交给这一个 总秘书 去把它筹筹 这个人 可能会有 因为今天我们谈很长 谈到差不多 全部的都要去祈祷了 所以到那最后一刻 整十二点五十五分 才叫你们进来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呢 我觉得 这一个总秘书呢 今天已经正式 被授权了 我去进行这样的看看 我们也拭目以待 至于这个纳斯里的地位 我再三的强调 我们是完全预计 这个国阵的宪章 他的这个章程 那么本来的 这原刃的总秘书 他还是不曾辞职 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 这一个国阵的这个章程 他还是合法的 所以刚才我们再度的 就是通过两个成员党的 我们自己的提议复义 那么让他在这个时候呢 继续地担任这个总秘书 直到呢 有更适合的人选 或者他意愿呢 他要辞职 我们再六桌打算 任何的委任 我讲了 不是单单主席 推荐 做出委任 他必须在这个国阵的会议呢 寻求通过 所以之前说委任的 都没有经过 绕过了这个程序 所以今天就正式的 我们回到那个原点 就是这一个合法的 总秘书的就是通过两 谢谢